可是主要是它的那个麻辣 是真的有在麻 而且它的辣是真的有在辣 很多台湾吃到的麻辣火锅 它的辣是咸的 而这个辣是真的有在辣 这支影片呢 我要来屏蔽中国的街边小吃 真的很红呢 不知道在红什么 很多影片推播到我这边 流量又很高 很多人分享 然后去逛夜市呢 很多人排队的摊位呢 就是在卖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最近 在台湾是很夯还是怎么样 因为呢 我自己刚来台湾的时候 还没有这些东西哦 我是真的没有看过这些东西 是最近才开始出现 而且越来越多呢 我每次去逛夜市 看到很多人在排队 就很好奇说到底 大家在吃什么东西 所以呢 就趁这支影片呢 来试试看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吃过 然后我在这边预测 我在这支影片讲的讲评啊 绝对会有一些玻璃心 在那种跳出来 因为在网路上呢 真的有一堆那种 什么自以为自己是 网路警察啊 只要你的 哇什么有漏洞啊 有些地方 没有讲得很完全 你抓那个漏点 所以呢 我就要解释清楚 我在这支影片的讲评呢 我是不知道它原本的味道 长什么样 这些东西呢 就是在台湾买到的 所以我就是凭 我在这边吃到的口味去讲评 我本人呢 也一直都很主观 所以呢 看这支影片呢 你就当废片再看 不开始就滑走 我都已经打了预防针了 还有人管理不了自己的心碎的话呢 那就 没办法了 好了来吃吧 这个是串串 这个我算熟悉的 然后这样的东西呢 在泰国真的卖超级多 泰国会把它叫做麻辣 就是它有撒那种麻辣粉 泰国就是 统称它为麻辣 有一阵子真的很红 在泰国到处大家都讲 要去吃麻辣要去吃麻辣 他们是烤的 然后就领那个酱 那它不一样 它是有点像麻辣烹 那跟泰国不一样 因为在泰国呢 是烤 泰国真的 现在越来越多 有在卖中国这边小吃的东西 泰国快变 泰国省 所以台湾 越来越多中国的这边小吃 哈哈哈哈 台泰一家心 耶 所以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 老板说 这是重庆来的吗 然后重庆的豆制品 很有名 哦 重庆 重庆最红的就是麻辣 它叫豆豉 豆豉 豆豉 就豆豉啊 可是泰国人 对于中国这边小吃的想法 真的改变很多 因为之前那种 这种东西 这些有真的太多了 这都没有人敢吃 这一看就感觉很像塑胶 可是现在就是泰国一堆 很喜欢吃中国的东西 没有人敢 哈哈哈哈 好吃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吃 哈哈哈哈 这个豆豉呢 它触感其实就是那个腐皮 可是主要是它的那个麻辣 是真的有在麻 而且它的辣是真的有在辣 很多台湾吃到的麻辣火锅 它的辣是咸的 可是这个辣是真的有在辣 辣到喉咙这边 可是这个辣呢 我是觉得它没有很天然 好像是那种化学的辣 因为现在喉咙很不舒服 不知道 对我来说就是辣的刚刚好 这个是 不知道 好吃的 没关系我就试试看 好像是 鱼饺类的 也很好吃 我觉得只要它的那个 麻辣的味道很好吃 最烫什么都感觉很好吃 这个是 魔芋 魔芋 是什么东西 蒟蒻 麻辣蒟蒻 这应该是肺 好吃 这个冬天好吃 因为我肚子这种 肚子这种不同的东西 对我们意见吗 见泰就是凭它 好不好吃 符不符合我的口味 它就蛮符合我的口味的 满因素 我叫土豆片 土豆片 好吃 不怕死可以吃 完全符合泰国人的口味 这种辣度 这种麻 这种咸度 这种重口味 这个是肉夹馍 外面就是类似 葱抓饼的感觉 然后里面有湿肉 然后有酸豆角 这个 既逛台湾的很多夜市 它好多人排队 是很好吃 还是怎么样 在泰国我是没看过 还是有可能不符合泰国人的旗号 真的蛮好吃的 很OK 但我可以理解 在泰国为什么它不留顶 首先先讲它的味道 它的外面的这个饼呢 它就是葱抓饼的触感 可是是非常脆的 所以咬下去 让那个嘴巴里面 有更多的程式跟触感 然后里面的那个肉呢 很像鲑鱼罐头 然后那个酸豆角也没有很酸 有一点微微的香气起来 可是整体来讲它的功能没有很大 它就是有一点太日常的味道 但有人买这个给我吃 我就是吃得很开心 不会有那种想 干嘛吃这些东西 不错 到现在表现还不错 可是这些东西我在那边流水的时候 我是没有看过 因为在那边天天都在吃 泰式料理 像在台湾一样 没事回泰国 有人问 有没有想念泰式料理啊 其实还好 可是我去那边 我听过最扯的一个故事 我被问过 泰国啊 那些人妖啊 是不是因为家境很困难 所以从小呢 就把它培养成人妖 为了让他出去表演 赚钱养家 我就跟他说 完全没有解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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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赚钱养家 哈哈哈哈 我没有让 这条除掉 这些个把你填成 屁事 哈哈哈哈 这个是肉蛋饱 我发现他们的街边 小时有很多这种 把一堆东西塞进去 塞好塞满 摔到 出来的那种 我真的老板说 它包含什么 有一件件改良 太过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又没有吃过 什么郑州的东西啊 连台湾的东西 我都没有吃过 正宗的东西 哈哈哈哈 哈秀 我就是不要被打出来 台湾有这种嘛 就是 有人要打哈欠的时候 如果听到有人 哈秀 他会打不出来 这样子都打出来 哈哈哈哈 你不会拿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呢就是 葱抓饼 加蛋 有肉 然后那个 葱抓饼的饼呢 变成厚厚的 就这样而已 所以其实你们吃的东西 也蛮像的嘛 还打不出来 哈哈哈哈 多多食物 哈哈哈哈 我很爱台币哦 哈哈哈哈 台币万岁 这是他的秘诀的做法吗 我的毛呢 呃 等一下这个毛的体型有点不对 要跟我讲 老板你的头发是捲的 拜托他头发是捲的 哈哈哈哈 这是女生的 女生 所以是长头发 跟食物无关 这跟食安有关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不是你设计出来的吗 哈哈哈哈 哦 糊嘞 台湾的月室跟他煮奶鲜的嘛 XX的肉蛋饱 请不要紧 大家要讲一下啊 我都已经没有在拍隐藏师法 还碰到更可怕的东西 哈 接下来这个是酸辣粉 好多人在吃哦 这个东西 里面它就是有类似这种粉 然后有蛋 有那个木耳 有肉 有菜 可是这个我在中国吃过 可是我通常点呢 我会点大辣 然后不酸 才比较符合我的喜好 它就是一碗很像面之类的东西 我本来对它的期待 我以为它会更像那种果冻 弹牙的那种 可是它就是 淀粉的触感比较清楚 就咬下去偏扎实一点 所以就跟期待有点不一样 我就讲得更主观一点 但是我个人不喜欢这种粗粗的酸 我喜欢那种柠檬的酸 所以这种酸度 对我来说也没有很讨喜 然后麻跟辣的程度也真的还好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很爽的 吃又辣又麻的东西 这个东西偏温和 但它绝对不难吃 然后里面的那些料啊 什么酸豆 木耳 都是脆脆的 增加了很有趣的感觉 这个是桂花刀 它的形状是这样子的 类似电筒 里面就是有这个 枣汁啊 汤圆的东西 撒了芝麻等等 然后这个是红豆口味 这个真的没看过 没有一个协调的部分在里面 完全不搭 咬下去触感什么的 其实没什么问题 我是觉得它味道好快 到甜不甜 要酸不酸 然后有太多各式各样的东西 它不是让人反胃的 可是我是不喜欢这个味道 我觉得它太怪了 每个东西都热热是好吃 所以真正要考验它 真正好不好吃 要吃它冷 因为热的时候它会骗你的味觉 所以观众家那边说 什么不够热什么东西 就是 基本故意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讲话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冰粉 然后把这些东西 倒进去吗 脚比脚都可以吃 它很像爱玉 它的透明是蝶豆花 蝶豆花 蓝色的那个花 弄出来是透明的 它应该有点蓝 等它加糖水就变成 应该这么臭 要这样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它应该有点蓝 我应该看出来 哈哈哈哈 蓝这个 哈哈哈哈 这样可以放水 哈哈哈哈哈哈 里面的料有 各式各样我没有看过的东西 有类似珍珠的东西 圆圆的 粉红色的 然后黑色的 然后有这个橙子 哦 山楂 哦 来试试看 它就是爱玉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水果的香啊 然后有那个糖浆啊 有各式各样的山楂的香 所以很好吃 微微的甜 而且是水果香的甜 然后里面的料有一个东西 它是爆炸的 有各式各样东西在里面含跳 那种酸酸甜甜的山楂 在这个里面 它很像酸梅汁 可是把臭臭的味道拿掉 就是酸梅汁有一个味道 我很讨厌 可是其他的味道OK 现在中国对泰国免签了 你们去有知道吗 对我们免签 你们过去不用签这样 那在大使馆排队是在干嘛 泰国的 弹事处 讲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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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知道吗 全球的半次处 泰国的半次处 台湾最赚钱 不知道可能台湾人很爱泰国吧 据我知道当年 有一年台湾是最赚钱的 我是台湾人 爱泰国和泰国 哈哈哈哈 不要被台湾人自己骗 看到很多那些什么新闻 台湾游客在泰国被骗 然后点进去是被台商骗 请把台商写出来啊 有种 你只是换地方骗人而已 最后骗人的还是台湾人 懂吗 我这次吃起来好像不太合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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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总结一下 今天吃到的所有东西呢 没有一样是让我想吐的 我是说食物本身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让我想吐的 让我想吐的是某一种外在的因素 哈哈哈哈 所以那件事情我就不提了 我先单纯提它的味道 我喜欢的第一名 绝对是这个串串 很符合我的口味 辣麻 然后第二名可以吃的东西 那就是肉夹馍 还有冰粉 第三名就是可吃可不吃 不吃也不会死 就是酸辣粉跟肉蛋饱 我吐出来的东西还在这边 哈哈哈哈哈哈 他把我害死了 然后最后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不好吃 可以不用吃的 就是这个 煤花糕 现在有点不太顺利 哈哈哈哈 犯太衰吗 你怎么样 煤花糕是煤花糕 剪的时候呢 就是先用它讲那一段 再重复我讲 不然的话就变成我这边 在这边就是讲错 所以它是煤花糕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我没有吃到对不对 没差 反正如果流量很好的话 就继续拍下一集 今天的心得是 我爱台湾 那所有的观众呢 都可能是按赞留言 就分享 可以谢谢大家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